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阿宁小姐姐 今天我来到了火焰山脚下 我们的维吾尔族大叔家里 这是为我们准备的下午饭 跟着我看一下房间里面 看这里,看人家这个家里 看一下灯 是不是很漂亮 看,这里有一个台阶 然后就走在上面 然后那边摆了好多好多的干果 然后那边还有个乐器 大家看一下 茶水 这是杏仁 这是陶仁还是杏仁 有陶仁有杏仁,这是陶仁 巴达木 喝一口热茶 坐在这个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床 特别 哇,你看人家给我们切的西瓜和这个 哈米瓜 这是黄皮的哈米瓜 每一口都像吃一口蜜一样 吃一口 这个姆姆 哇,我觉得 这个新疆面食真的是和我们山西面食有的一瓶 很好吃 很有嚼劲 而且这个是烤的 太干了,我都咽不下去了 一定要喝水茶 看这个房梁上面 草席还有 大的柱子 这个横着不应该叫柱子 特别凉快 然后边边上那些还有通风口 好了,现在我们要去地里面了 拜拜